第二把 篮板啊 篮板啊 哇 这是谁啊 张振林 张振林 哇 哎呦 也让我们来共同期待吧 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在开局阶段会怎样的呈现 这是大家期盼的两天的事情 比赛开始 杨林队的反应该做和呢 给到了 找位去放了你看 外轮 哇 这呦 过掉了啊 这一个停顿 你看漂亮 张振林的外线 作为回应啊 非常稳定 张振林大心脏 是 因为这段时间杜丰已经发现 所有的进攻点 都是先从 好球 嗯 张振林在外线 这个可以 哦 稳啊 郭艾伦他传给张振林两次 都是三分得手的 是 这是郭艾伦休息的时段 嗯 赵继伟跟福泽打外线 非常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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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功 基本功很扎实 是 第二把 篮板 篮板 哇 这是谁啊 张振林 张振林 哇 停了 而且是犯规了吧 哇 哇 这我说要需要一个 一整场都没有 需要一个球 湯普森漏人了 对 湯普森漏掉了 张振林 嗯 哇 这个命力缺金的孩子啊 啊 关键时刻像金子一般发光 你看看没有 那我这杨鸣都没想到啊 时间 而且他走啊 张振伟 来一个 哎 哎 哎 犯规犯规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时间呢 对 哇 张振林 是不是晚了一下 就落 可能是落地的时候啊 小伙子够拼的 先快速给球 赵俊伟 赵俊伟直接投了 但是没有打击 那这样一来 比赛似乎全面 要不存在了 他也没犯着 这样呢 呃 倒计时全场比赛结束 恭喜广东东马大义 获得了连续三个赛季的 最后的总冠军 哇 这个不容易 尤其是今年太不容易了 是 今年 杜丰 首先一个直接就上赛季的总决赛 失去了一剑脸 嗯 今天常规线结束前 失去了马尚布鲁特斯 是啊 啊 恭喜广东队 但是对于辽宁 来到的球迷 以及今天 拼到最后的辽宁队 也足够的优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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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